在了解犯罪的成立跟处罚后 本单元将介绍追溯犯罪的程序 处罚犯罪的程序以及处罚的种类 一个人是否犯罪必须经过严谨的调查审问才能确定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官的调查法官的审理原则 被告的权力保障等皆有详细的规定 为的是避免造成无辜的定罪情况 以下将介绍犯罪追溯以及处罚犯罪的程序 关于犯罪的追溯与程序 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 侦查是由检察官指挥侦查犯罪案件 起诉是由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 或由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自诉 而称作起诉 审判是由法官担任审判的工作 执行确定判刑后由检察官负责指挥执行的工作 刑事诉讼的程序采审检分例 同学必须了解检察官与法官角色的不同 法官隶属司法院负责公平审判确保中立 检察官隶属行政院法务部负责犯罪的侦查起诉 虽然各法院皆有配置检察署 但同学仍应清楚区别法官与检察官的角色区别 以下按照侦查、起诉、审判、执行 四个部分说明国家追诉犯罪及处罚犯罪的程序 处罚犯罪的程序、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 主要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阶段 此流程是一个完整的处罚犯罪程序 接着我们将按照图中的每一个阶段进行说明 第一个阶段在三种情况之下 检察官跟警察会开始进行侦查的动作 第一种情形是告发 知悉犯罪嫌疑人的第三人 得以言辞或书状将犯罪事实向检察官或警察进行举发 第二种情形称为告诉 犯罪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配偶有告诉权的人 得以言辞辩论或书状向检察官或者警察请求侦办 第三种情况是自首犯罪人在未被发现犯罪行为之前 可以以言辞或者书面向检察官或者警察自诉犯罪的事实 除了上述三种情况之外 检察官若因为其他的原因 例如检察官因为现行犯的逮捕媒体的报导 而知道犯罪嫌疑的发生 只会有检察官主动侦查调查犯罪 在此要特别注意的是 犯罪行为有非告诉乃论之罪以及告诉乃论之罪的差别 也影响检察官是否主动调查侦办 告诉乃论是指犯罪的事实为检察官所窒息后 检察官需主动调查侦办 必由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 例如杀人罪、重伤害等罪行 而告诉乃论之罪是被害人不愿提出 告诉检察官就不可以对犯罪进行起诉 例如过失伤害罪、公然侮辱罪等等 在侦查的阶段主要由检察官负责指挥 拥有积压权 侦查程序包括传唤、居提、搜索、积压等等 要特别注意的是 虽然检察官拥有侦查的权利 但是搜索、积压等对居住自由、人身自由 可能造成侵害 因此必须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 因此必须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 由法院法官核发收口票或押票 另外,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避免泄漏办案的进度 防止妨害办案的进行 必须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检察官侦查完毕后可能会有三种情形 第一,检察官认为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 此时由检察官担任原告的角色 对于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第二,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不严重 检察官可能采取还起诉的方式 还起诉是指暂时不起诉 但保留事后起诉的权利 还起诉通常会有附带条件 例如要求嫌犯道歉 立毁获输 服义务劳动等等 第三,检察官若认为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 或是针对轻微犯罪认为情有可原 可以不起诉处分 但是被害人若有不服 可以提起在意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56条第一项 告诉人接受不起诉或还起诉处分后 得于7日之内以书状陈述不服的理由 经原检察官向上级法院检察署 检察长或者检察总长申请在意 刚提过的程序是由检察官负责侦查起诉 但并非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必须由检察官进行起诉 犯罪被害人也可以担任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此称为自诉 但是为了避免滥诉的情绪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并协助自诉人举证的义务进到 有着强制律师带领制度 经过侦查起诉阶段之后 就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或由检察官或原告提出证据 证明被告有构成犯罪的行为 另一方面被告也可就对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反驳 双方可在刑事法庭上进行言辞辩论 为了避免法官专断加强审判公信力 法庭以公开审理为原则 公开审理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公信力 取得社会大众对司法的信赖 并避免不当因素的干扰 但是少年事件家暴保护令家事事件等等 为了保护当事人则以秘密审理为原则 家事机密也通常是如此 法官基于中立的角色指挥法庭运作 法官依照证据询问相关证人及被告后 根据自由新政经验法则做出判决 自由新政指的是证据是否采现证据力的强弱 由法官自行判断 不得违背论理法则及经验法则 经验法则指的是不违反一般通常自然律 基本上是客观的社会经验 而非个人主观上的推测 法官依自由新政经验法则做出的判决可能会有三种 第一判决有罪 第二判决无罪 第三法官可能考量是出犯犯行不重 宣告缓刑 缓刑是所犯之罪 轻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宣告缓刑 这个用意就是暂缓不用入狱服刑 但是必须有一段期间两年至五年不得再犯罪 若缓刑其满 刑之宣告则实行效力 就会取消其前科记录 为了保障当事人权益 习师诉讼上设有上诉的制度 原则上采三级三损制度 地方法院判决后 当事人若有不服可以上诉高等法院 再不服高等法院的判决再向最高法院上诉 但并非所有案件皆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 有下列相关的限制 第一 以判决违背法令为由 第二 如果罪重本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财产犯罪 不得上诉到最高法院 法官在确定判刑之后 便交由检察官进行执行 刑法可分为主刑重刑 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 主刑可以单独客处 重刑则不能单独客处 必须依附在主刑之下 各种关于刑法的介绍 相进行详述的叙述 主刑法院得以单独宣告 作为处罚被告的刑罚 重刑是依附在主刑而宣告的刑罚种类 主刑分成生病刑 自由刑财产刑 生病刑指的是死刑 我国通常以强决的方式 自由刑有着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跟居易 财产刑则有罚金 重刑的部分有资格刑 及财产刑两大类 资格刑指的是指夺公权 也就是指夺担任公务员 或公职候选人的资格 财产刑有的是没收 追缴追征抵偿 其中没收指的是剥夺犯罪行为人 对特定物的所有权 强制收归国有 那没收的物品有包括违禁品 提供犯罪所用 供犯罪预备之物 或者因为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 追征追缴抵偿 都是就犯罪所获的不法利益 我们可以与追缴 那相关的不法利益 如果已经不存在 就可以追征其价额 如果没有办法追缴或追征 就可以以犯罪行为人的财产 来进行抵偿 某些人犯罪纵然处以刑罚 也是无法令其改善 所以会采用其他的保护安全措施 以消弥侵犯社会的危险性 使其能够适应社会生活 这种我们称作保护处分 保护处分主要有 感化教育、监护、境界、强制治疗 驱逐租境以及强制工作 感化教育主要是 借由改善及恶行 监护指的是监视保护 防止他危害公共安全 禁绝使的是 戒除不好良嗜好 以根除犯罪言语 强制工作是培养其劳习惯 培育正确的工作观念及的引擎之常 强制治疗主要是治疗 发流病等等的疾病 以及触犯妨碍性自主的治疗为主 保护管束是对于保护管束之人的行为 加以关乎规劝 租促其更生向上 驱逐租境是确保本国社会之安宁秩序维护 并非在改善犯罪人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犯罪追溯的处罚 所有的相关说明 那同学也都认识了许多犯罪追溯的程序 以及国家处罚犯罪行为的程序 我们的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了 谢谢大家